哈喽,上一期呢做了DIY洗手液非常成功 然后让我对这方面产生了很大的兴趣 我又去网上搜了DIY清洁剂的配方 那这一期就来做DIY清洁剂 这个清洁剂呢可以用于任何方面的清洁 包括厨房的灶台啊 还有一些水池里的水垢啊 厕所的台盆上面 包括马桶也可以刷的 任何有油渍有污垢的地方都可以用这个清洁剂 然后这个配方式非常简单 那现在就开始吧 首先第一步呢就是我们平时家里吃的水果 包括橙子、橘子、柠檬、柚子、葡萄柚 任何柑橘类的水果 吃完它的肉之后 它的那个皮留下来 切成小块 然后用白醋浸泡 这一罐我已经泡了一个多礼拜了 然后这期间可能没两三天 拿出来摇晃一下 让它充分的混合 然后现在闻上去已经只有很淡的很淡的白醋味 基本上都是那个柑橘的清香味 盖住了大多数的白醋的味道 这个闻上去其实是非常好闻的一种味道 我觉得 如果你还是嫌这个白醋味很刺鼻的话 可以放更多的柑橘皮 看我现在可能放了一半不到一点吧 或者说可以再多泡一个礼拜 这样子产生出来的那个味道就淡很多 基本上都是橘子香味 然后泡完之后呢 这一瓶就已经差不多完成了 接下来就是把它灌到这个瓶子里面 装的时候这一瓶放水和这个泡完的白醋 一比一的比例 那我现在就先去装一下水 好我现在把这个一半的水装好了 接下来就把我泡好的白醋 倒回这个瓶子里面就完成了 它这个倒出来的那个液体 是那种淡淡的黄色 就是因为被橘子泡过了嘛 然后我也不会把它倒太满 因为还要把那个管子插进去 那这一罐就做完了 把它装回去就可以了 那我现在去试一下 我刚用这瓶呢 去清理了一下厨房的灶台 洗手间的水池 还有洗手台这些地方 我觉得效果还是蛮好的 尤其是清理洗手间的那些地方 那些都是污垢类的东西 真的喷一下一抹就直接没有了 我觉得效果还是很好的 而且它又是做起来非常简单的 只要用橘子皮和醋就可以了 成本其实也很低 因为白醋其实是蛮便宜的 然后橘子皮就是平时吃水果留下来的 如果不用的话 它也是被扔掉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清洁剂非常好 我以后应该会继续做的 然后我们家里本来的那罐清洁剂 我还会继续用完 然后用完之后那个瓶子会留下它 因为它也是有这种喷头的 然后继续灌我新的 自己做的那些清洁剂进去 然后之后就不会再去超市里买那些清洁剂了 OK 感谢你收看 拜拜 拜拜